中国迎来春节假期,港股虎年红盘高开,行指一日半市内合共声与千点,一口气重返并收于一百天线之上。 可惜缺乏北水下大市成交量未算配合,分别指得650亿及1130亿港元的成交。 大市能否站稳一百天线持续声势还需观望多项因素? 回顾期内,汇控0005表现强势成声市工臣,日内再创52周身高建58元水平。 不者过去两个月不厌其凡地点名看好国际银行股,主要受惠于环球央行加息预期增加。 其中英伦银行公布,以5比4投票下将指标利率上调25点指至0.5来。 符合预期。是该行自2004年以来。首次再接连两次的议息会议宣布加息。 不过需要留意。另外四位委员的意向是认为应该加息0.5来。 至0.75来。即意味着中观取态其实比实际结果更为鹰派。 另外投资者开始押住欧洲央行今年可能加息两次。 央行虽然维持利率不变。 不过行长青不排除今年加息可能性。 加上澳洲央行宣布本月结束量化宽松。 环球央行处于加息周期下将有利银行股继续走强。 此为利好因素之一。 不过。 美国科网股正值业绩期。 股价持续大幅震荡。 令投资者担心基本因素并不足以支撑居高不下的估值。 Meta第四季度Facebook用户增长有史以来首次陷入停滞。 第一季度营收展望低于预估。 加上元宇宙发展单位2021年以陆德经营亏损超过100亿美元。 预期未来继续盈亏。 拖累股价曾单日重错于两成。 年目前最当红的元宇宙概念股亦要挨沽。 则响起了重古的景号。 纳指目前的市盈率仍然有一百倍之高。 比起其两年及五年的平均值分别仍高出一个及两个的标准差。 腾讯0700亦曾经被视为最有条件发展元宇宙的企业。 不过幸好基于上年出现的政策风险。 市盈率已先行调整至20倍以下。 股值大幅下收的机会不大。 但另一方面。 腾讯要3月中才公布财报。 投资者短期内亦很难见真章。 没量例基本因素支持下预期股价亦很难突破500元关口。 展望下周。 投资者先行观望本周五晚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。 俗称小非农的美国ADPC人企业就业职位。 基于疫情的突变。 在1月出乎意料减少30.1万个。 远顺预期的增加20万人。 目前市场预期非农数据将增加12.5万人。 假如数字令人失望而同时拉升了平均时薪。 亦会引起市场忧虑联储年内加息7次的可能性。 股市出现另一轮孤压恐怕港股亦很难独善其身。 加上A股下周一服市。 建议未有建仓的投资者先等待成交配合的讯号。